奇怪的事情,为什么他在国安打不上手法,反而转回到法兰克福,成为了主力前锋?难不成北京国安比法兰克福水平要高上那么一届? 我是足球斯基函,今天应大家的要求,我们一起聊聊杨晨,看看这奇怪的反差是怎么产生的,杨晨在得奖又是怎样的一个级别? 其实杨晨算是年少得知的代表,1994年中国甲野联赛刚刚开启,20岁的杨晨就是其中一员,身上穿的还是10号球衣,而且在第一轮对广东宏远打进了北京国安职业化的第一个进球 当时的杨晨虽然年轻,只能算是毛头小子,但还真不是被压在一日一旁边的屁股,即使当时的国安中间场有高峰、谢峰、曹县东,95年高红波也从新加坡联赛回归 小家杨晨还是能够经常审发,在9495两个赛季里共出场34次,那个时候甲野两年也就是44场比赛,只是进球效率有点低 在年间,杨晨总共五球六中,而回归的高红波虽然体力差,撑不到全场,但效率更高 95年甲野19次出场就进了11个,获得了联赛银靴,仅次于三支一 譬如像这场95年第八轮客场对广东太阳神的比赛,换一下杨晨的高红波,下半场连进两球 这多多少少有些让人尴尬,所以杨晨并不被国安特别倚重,只算是为未来储备的力量 不过杨晨在同龄人里面还是佼佼着,94年就入选了有二一国家队,95年入选了七五生的国奥队,并成为了主力前锋 不过当时甲野已经开始了洋雾花大潮,96年开始,公安也逐次引进三个洋枪 刚博斯,卡西亚诺,安德雷斯,护茶茶,闪亮灯茶 刚博斯和卡西亚诺是巴拉圭国脚级别,后来刚博斯还打了98年世界杯 97年来球队的安德雷斯也不是所谓的卡执斯基,而是西尔弊 也就是西班牙第三级别联赛塔拉格纳经济的主力前锋 前锋都转行去打优后卫了,杨晨的出境就更加艰难了 9697两年出场次数减半,还多数是T5出场 朱诺斯人落活,必须得想想办法了 前几年曾在春晚上被牛军风拱拍摆过头发的施拉普纳人脉很广 把杨晨推荐去了德以曼海姆视讯 无心插流六成一,视讯期间法兰克夫注意到了杨晨 当时法兰克夫刚刚回到德甲,正在四处逃救援 在封线上就弹瘫到了一米九二的挪威高中风福约托弗夫特 还需要一名速度快的前锋,预知搭档 毕竟老话说的好,一高一快对方要坏 速度渐程的杨晨就成了重要的目标 事实上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便宜 那一年法兰克夫总共就花了98万欧买人 而当时31岁的佛耶托弗特转会费就花了其中75万欧 占了全部支出的76.5306% 法兰克夫当年引进了16年球员 直接掏钱的就只有三个人 其他人几乎全靠自由转会和租借 后来入选德国国家队的史奈德就是自由转会,白嫖得来的 杨晨则是租借,一年大概四万欧 其实这对杨晨来说是一件好事 使他能够留在一个适合自己特点的球队 并有充足的机会 一年之后,杨晨在自己的德甲第一赛季 打出了八球二助攻的数据 成为了法兰克夫队内的射手王 帮助球队凭借竞争球优势保击 其中在最后一轮,5比1战胜凯德斯拉罗的战役 可谓寒抗离鼻,至今看仍是经典 还激活了巴拉克作为世界祖坛超级背景版的被动技能 法兰克夫看着小伙子不错 他把手伸进口袋,拽下穿在肋骨上的硬币 掏钱转入,转回费大概就是七十万欧左右 这和他的封线搭档佛约托福特大致持平 此时,大家都觉得杨晨将再接再厉 做大做强,再造辉煌 在国内打不上主力,是因为国内没有伯乐 埋没了人才 但让人遗憾的是 第二个赛季杨晨虽然出场了二十七次 但一半是替补出场 还陷入了长达二十三轮的进球荒 进球数也下降了一半,变成了四个 第三个赛季随着与马加特矛盾的加剧 以及参加亚洲杯的影响 杨晨的出场次数更是陡然下降 几乎算是直接腰斩 然后杨晨三个赛季的得甲生涯便到此完结 随后便是两年的得已 再然后便是回国了 谢谢大家